在今年的休赛期,山东队的运气确实不太好,山东高速转让球队丁燕宇航要去NBA,虽然休战一年,劳森也不学,休赛期一系列的变故让山东队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,而这样的情况也一度让山东球迷感到遗憾, 因为上赛季他们才刚刚赶到球队有机会冲击总冠军,没想到才刚刚过了一个赛季,山东队就要重新回到季后赛边缘了,不过这样的厄运似乎还没有结束,近日山东队宣布,由于在之前的训练当中受伤,山东队的恐求后为张辉赛季报销了,张辉需要做手术赛季报销张辉赛季报销,对于山东队来说,确实是雪上加霜, 作为上赛季球队的主力轮换后类之一,张辉在球队当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,在比赛当中还是球队重要的外线组织者和三分投手。 在劳森下场之后,山东队如果不想让球队的外线投射能力下降,不想让丁燕宇航太累,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张辉来运球过半场,然后让他拉到侧翼,等待丁燕宇航的突破分球。 虽然对比王辱鹤,虽然这些连赛的老油条,张辉在经验上明显不足,但是真要比在场上的效果,张辉是肯定比他们要好的。 而在张辉受伤之后,沙东队在空位位置上的选择,就真的非常有限了。 虽然在账面上,山东队还有文彦型,王辱鹤两名后卫,但是大家都知道,王辱鹤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在一号位上表现出太多的组织能力,而且没有三分球,很容易成为球队在进攻端的软肋。 而文彦型就更不用说了,升上一队二赛季以来,只在一六到一七赛季参加过两场常规赛,可以说他是很难在场上帮助球队的。 所以现在的山东队真的是除了依赖张庆鹏,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。 相信现在山东队一定非常后悔,因为上赛季如果不放走全培东,他们现在是完全有能力解决眼下的问题的。 了解山东情绪的球迷都知道,车培东真的是这几年以来,山东青年队培养出来的最好的空位,作为一个192厘米的后卫,车培东拥有着非常强壮的身体和很强大的身体素质,而在技术上,车培东也非常的全面,后卫所必须具备的突破,投篮,传球三线基本功。 他在同龄人当中都属于上层水平,可以说如果当时山东队留下他,山东队是绝不需要担心后卫没人的问题的。 因为在经历了U17式清财和17年全运会的历练之后,车培东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战术意识和处理球能力了。 只要山东队给机会,他是绝对可以胜任并做好一号位工作的。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才,在上赛季休赛期当中,山东队却把他连同一整队的全运梯队卖给了阿辉文一,这才导致了球队到现在为止在空位的位置上无人可用的局面。 不过现在山东队也没有后悔要吃了,谁叫当初做出决定的时候太心善了,也只有指望张庆鹏和古德洛克能够坚持住了,这个赛季注定会非常的艰难。